字幕提供 好了 問問Doctor Who 在電話中有一位阿C 阿C 你好 Hello 你好 阿C 我身邊是謝蘭瑞 身邊是老神經科專科醫生 韓芳醫生 Doctor How 你好 韓醫生 你好 好了 以後時間交給阿C 你有甚麼問題要問韓醫生 你儘管問吧 我爸爸有輕微的認知障礙 他今年是71歲 他70歲上年的時候就確診了 有輕微的認知障礙 當然我們都很擔心 有給他去上記憶訓練班 也有跟他去覆診 但是想知道 其實怎樣可以令病情 不會惡化得那麼快 因為我上網看 有些可能說十幾個月會惡化得很快 他現在都確診了一年 想知道有甚麼方法令病情不要惡化得那麼快 首先不要太擔心 上網看一些資訊 未必確診了 認知障礙是一個長期的病 不是每個病人都會說差得很快 每個病人都有些不同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其實你都很好 你已經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帶他去一些訓練班 讓他參與多些活躍一些 我常常說 講笑的說 就是不用腦會生瘦 其實真的有部分是對的 我們要保持腦活躍 經常用腦就會維持得好些 但當然都是一個病 在你做其他事情之外 你一定要在其他生活上都做很多事情 例如你飲食會健康些 我們現在發現 吃點東西是健康些的 是會好些的 例如多些蔬果 少些紅肉 用油更好一點的便會好些 另外就是不要吃煙 酒便不可以喝很多 做多些運動其實都可以幫助 藥物都有很多藥可以幫助 一直用的藥物都可以減慢病情惡化 最近科學也有些新進展 也有些針對性的藥物可以幫助 一些認知障礙的病人 如果我爸爸的情況是輕度 其實需不需要吃藥呢 其實是需要的 因為我們知道 腦退化影之障礙 從未有病症之前 腦已經開始變化了 其實從越早開始治療就會越好 但一開始吃了就要繼續吃了 暫時來說 我們腦退化的藥 因為腦細胞是少了 我們一方面就要補充少的東西 增加的腦元素的份量 另外我們希望針對性的治療 希望腦細胞不要越來越差 越來越多退化 所以其實是一個持續的治療 因為老人家其實還有其他藥在吃 可能有些血壓藥或其他止痛藥 坦白說不是很想他吃很多種藥 所以想看醫生的建議 是否只要現在輕度就要開始吃 可以和醫生慢慢商量 看看你爸爸的實際情況去哪裡 即使你說我不想吃成藥或真的藥 剛才我們說過很多方面的東西可以幫助腦退化 例如飲食、運動、健康、用多些腦 更多社交 開心一點也會幫助腦退化 阿詩我又多口問問 你說已經有一年了嗎 是的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這一年 爸爸的退化情況 也不是很顯著 還是說突然有一段什麼時期 突然越來越多了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覺得他比起以前會呆滯 沒有那麼多話說 其實你看到他有時是神情呆滯 坐在那裡 其實腦退化的病徵 最初是很輕微的 慢慢慢慢的比較明顯 到你突然間發現他多了 其實都醞釀了一段時間 反而是你遇過剛才阿蛋說的 如果突然間看到他很明顯一段時間 突然間變化 這些反而真的要特別提一提 和醫生談一談 有沒有什麼特別原因呢 突然間差了 有什麼我要留意 他突然間有些比較特別的動靜 譬如說突然癌了很多 或者突然間怕他有中風的病症 可能說話不太清楚 或者用手用腳好像不太靈活 或者突然間說自己暈得很厲害 總之你覺得我們腦退化 應該是慢慢漸變的東西 我們很少在短時間之內突然變得很快 可能越來越多 是的 所以阿蛋說話也很重要 你看有沒有突然間變化 你是需要將變化告訴醫生 看醫生有沒有特別原因 可能是電解質亂了 可能剛好有其他的感染 例如說尿道感染引起了其他問題 醫治好後病情會好一點 但如果他本身是腦退化 他始終會慢慢慢慢慢慢差 這就是剛才我說過 你要做很多事情去幫他 有需要的話就吃一些藥 有些藥是舒緩的 減慢腦退化的速度 但有些藥可以針對性 希望在根源上幫助腦退化 知道 好 好 謝謝阿施 謝謝 謝謝醫生 謝謝 先收拾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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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有得醫的 剛才說明阿施 不想爸爸吃藥 或者爸爸不想吃藥 藥還有什麼可以治療到 剛才說了我們一般不是藥的方法 但以說藥來講 首先現在有的藥 就是我們說有些藥 一些酵梅素的抑制劑 我們腦神經少了的話 你的腦元素是少了的 我們抑制劑的話 就會令到腦元素的分界會少 慢了 增加量 人的功能就會好些 但這個可能就對一些 因為它不是針對性 減慢腦細胞退化 它也是一個指標 當你的病情越來越嚴重 腦細胞越來越少 就算你增加了腦元素 可能那個效率都沒有那麼好 不過最近科技的醫學進步了 我們知道了一些更加清楚 為什麼會有腦退化 就是我們腦內有些東西沉澱了 那些類澱粉蛋白的積聚 這些東西會越積越多 積聚會有些糾結 有些斑塊在腦內 阻止了神經事物傳遞 久而久之 那些腦神經細胞就會死亡 現在有些新的藥 就可以真的把這些 濾澱粉蛋白清掉 我們真的有方法清掉 它就好像把系統吸收了 溶解了它 變成糾結不見了 腦細胞就不會受傷 我們發現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開始沉澱這些濾澱粉蛋白 和你真的腦細胞死亡的時間 其實有很多年 可能有五年十年都有 你在腦細胞未受傷未死亡之前 清掉這些沉澱物 你可以減慢甚至防止腦退化 這些是比較突破性的 因為真真正正在根源上 醫治病是致滿的 但如果一個好人好者是不需要的 一定是診斷到有才可以 沒錯 所以斷症很重要 當然病人一定要有病症 我們跟年紀很大關係 過了60歲可能有1%人有腦退化 但其實裏面有10%人已經開始有少少病症 但未去到腦退化 這些病人我們會幫他分析 他像不像是腦退化 醫師海蜜症有些東西沉澱了 現在有些新的科技 我們可以檢查到是否真的有東西沉澱 剛才說過 你未有病症前幾年十年 你開始沉澱了 如果我做一個特別的素描 或者驗一些特別的血 發現有這些沉澱物 加上病症次的話 可能是一個很早期的腦退化 可以考慮用這些 在你未有病症前 就清掉 可以防止病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突破的治療 這個治療有了多久 我們這兩三年才有 很新的 這個理論是十幾年 但我們不斷要找原因 如何照尋到這些沉澱物在腦裡 如何清除它 清除它的過程 會否有病發症 病發症如何去監察 如何去防止 用了十幾年時間 終於有些研究 證明是真的可以 如果你這樣估計走下去的話 是否有一天 是否有一天 現在的藥是可以清除 以後都不會再有腦退化 現在這藥 還可以明顯減慢腦退化 還有些事情是未解決的 所以還有些機制 我們未清楚 但起碼這是一個突破 我們知道有些東西沉澱了 我們清除它便會好 下一步想的是 為何會沉澱呢 如果我們防止它沉澱 豈不是更好嗎 對 沉澱是否會引起其他病變 如果連那些都處理 是否可以有之一 我們可能長生不老 一百歲二百歲的腦都很好 或者你一百五十歲 還是很精靈 甚至增強了腦部功能 這些就是可能性 但起碼這是真真正的突破 因為舊陣時 純粹是一個很被動的方法 純粹增加腦元素 就不是根治病原 這是非常之重要的事情 好 今天謝謝韓醫生 跟觀眾阿施說了關於阿施爸爸的認知障礙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關於這條片 請留言在這條片上 我請韓醫生方便答不答大家 如果你們自己有些親身的問題 想問問有關專家醫生的話 將你的問題是WhatsApp 掩診868 同事就會聯絡你 就像今天阿施 可以直接跟一位想要得到資訊的醫生 多謝韓醫生 多謝韓醫生 好的